再来看到华林县政府推出群众募资辅导计划 将提供专业的群众募资辅导资源 协助青年们将创意化为实际的产品 建立长远发展的基础 实现创新创业和永续发展的梦想 而目前是开放征建当中 将有五个名额可以获选 受到县府的团队辅导 那么想要创业的青年朋友们要把握机会 群众募资是一种新兴的资金募集方式 透过网路平台力量 群众募资为许多个人和组织提供了实现梦想的途径 从原创构想到实际研发 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实现 今天最主要就是我们很有幸 可以跟华林县政府这边一起推动群众集资的辅导计划 不管是在地文化的发展 或者是科技产品的推广 还有很重要的因应赠灾之后的各种各样的复兴 跟发展 那我们都很希望透过群众集资的力量 让不只是华林 让全台湾甚至可能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看到华林这边很棒的青创团队 地方团队跟文化团队 然后让他们东西可以被更多人看见 其实就像如同刚刚所提到的 一方面是文化 二方面是地方创生 接下来是青创团队自己的创业题目 这三个领域都是我们非常支持的 那刚刚我们前面早上的工作坊 其实也听到很多很有趣的团队 那不管是做甜点的 那不管是做在地的电辅车 永续旅游的 那乃至于各式各样不同的题目 那我们觉得这些情都非常非常值得 透过群众集资 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品牌 进而支持他们 那不管是完成专案 或者是协助他们度过现在的需求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故事 花莲县政府启动花莲县群众募资辅导计划 即日起开放网络报名 只要是涉及在花莲县18到45岁青年 或者是在花莲县登记的法人团体 检附相关的文件就可以报名提案 计划采谁到谁省制 预定要录取五组的提案 入选之后 县政府提供的辅导内容包括了群众募资专案市场评估分析 前册规划 团队亮点内容设计和制作等 要协助入选者执行专案上架到海内外的募资平台 介络会幻视报导